民眾走在斑馬線上 銀色轎車沒減速 正面撞上 行人當場倒地 駕駛可要小心了 因為臺中首創科技執法自動偵測 駕駛為禮讓行人罰單很快就會 祈禱家 人來人往的臺中鬧區 周遭有一中商圈 中油百貨 還有好幾個大專院校 近期臺中警方在北區三明路 和玉彩北路口 架設360度方向的科技執法 若偵測到車輛為禮讓行人 機器就會自動截取照片上傳平臺 再由警方能夠審核 是否屬於違規將開單舉發 車子明明有看到 但是還是不會讓 如果真的有的話會比較安心 比較趕可以直接走過去 就不用在那邊東看西看 看很久 科技執法對於那個用路人來講 是一個間接的一個安全的保障 購物的比較繁忙的 像這種百貨公司這邊來講的話 我覺得嚴格一點來講 對於行人來說應該是有幫助 而車與人的距離遠近 也是判決開罰依據 汽車車頭已經進入人形穿越道 淺和行人距離不到三公尺 也就是三個枕木紋寬度 才會被警方取締 為禮讓行人導致對方受傷或死亡 可處七千兩百元以上 三萬六千元以下罰環 重責吊銷駕照 預計在十二月初正式執法 開閘不理會行人的駕駛 要擺脫行人地獄 三立新聞 我們另一隻去烙雲台中報導 第一次去烙雲台中 四千元和行人的貝離 五千元和行人的貝離